大家好 我这盆老庄的长寿花 是去年借家的一年的时间了 属于一个老庄的长寿花了 不过前段时间出现了病害 大家看到了这个叶子有不少的黑斑 而整的芳黄 然后我用姐姬刘精灵一对一千毫升的水 每个五天给它喷洒 还有浇灌土壤 主要是杀鸡消毒 能预防黑斑病 常见的白粉病等等的病害 喷过五次左右 现在大家看一下 新长出来的叶片 是完全没有黑斑了 新芽又多 叶子又多 非常茂密 出现病害的长寿花 生长能力比较弱 为了提高它的生长活性 和粗分枝 我用SB101天芽活力素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把它涨到喷洞里面 每隔五天给它喷洒一下 喷洒这个枝条 顶端的生长点 能有效的激发长寿花的活力 提高长寿花的生长能力 激活长寿花的生长点细胞活力 促进它萌发更多的新芽和新叶 更好的恢复生长 同时还能提高长寿花的抵抗能力 和抗病性 所以说在养护盆栽的植物过程中 很多花友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病害 病害治疗好了之后 往往是冒芽少 脊植比较弱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SB101天芽活力素 增强它的活力 激发它的活力因子 更有利于成熟化 更好的恢复生长 新芽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养分一定要跟得上 可以用发酵服刷好的芝麻饼肥 作为埋肥 埋上十几粒 肥肥有时间久 而且能改良土养 同时也能满足 长寿花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让它冒出的枝条更加粗壮 叶子更加茂密 好了 喜欢长寿花的花友们 这样养护呢 枝条更加有活力 分支多 再见